真是真的想減肥 你就從今天開始 你敢看到這支影片之後 你今天開始不喝喊糖飲料嗎 來啊 媽 來啊 子洪老師他又說了 他那時候是訂66公斤啦 然後他就說你收到這個數字 不然你不要出片 哇 拿合約壓你 好對喔 好嗎 大家好 我是關桑 歡迎許玉潔來囉 耶 大家好 歡迎光光 你看看我們就知道 今天要聊一些減肥吧 欸 不是吧 哈哈哈哈 好 新專輯先來 沒錯 謝謝你 這個送給你 這是我的首張個人專輯 補舊飯 子洪老師把江蕙的版稅都拿來了 整個江蕙的版稅 都在這了 都在這了好不好 聽說你這次我也發現 總共瘦了20公斤 是的 我覺得一開始 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是在勝利之王比賽的時候 對對對 你曾經說過一句話就說 夢想不分高矮碰瘦 這句話真的非常鼓勵人 彩排這首歌是嗎 我沒有想說要講什麼話 正式來的時候我就突然覺得 超級無敵有感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講一句話 然後就突然瞬間從腦子過去就 夢想不高矮分手 你有夢想的事做就對了 會不會因為我們看起來以前就是比較胖 大家會覺得你就是應該要開玩笑 我覺得真的有這個問題欸 就是大家會覺得我們胖好像就都 哎呦就是好像 欸你那麼胖怎麼樣怎麼樣 就覺得我們都OK 可是其實這些都會往心裡去 什麼時候意識到 你好像跟別人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好像從幼稚園就有點 這次打到了那也算很早熟欸 你真的說幾課啊 我 他五課欸 那時候妳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胖喔 這個時候真的太早熟了 你不能胖好嗎 從一出生 或是就已經先宣布 過棒的時候就已經過了 這個這個齁 你太重了 我好 我好小心 小時候其實 真的不會覺得怎麼樣 可是開始到了 國中這個時期 其實就是那時候開始會愛漂亮 然後男女生會開始去 可能這個跟那個交往啊 那個時期就很容易覺得自己 有一點 對 有一點點 就想說你們會慢慢交往 之後一天輪到我 怎麼國中畢業了都還沒 對 哈囉人呢 太久了 哈囉 欸怎麼都沒有 咪嚕咪咪 到大學真的是巔峰 妳是單純愛吃對不對 沒有生病或什麼 沒有我也是 真的是控制不出自己的嘴 我真的很愛吃 這就是很好吃嘛 而且你家又賣吃的 對 好好 你家嘴巴都可以吃啊 一路這樣狂飆 飆到幾公斤啊 最高是將近要幾十公斤 哇 以女生來說算很胖 真的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沒有自覺的這件事情 我一直覺得就是 我可能就是胖了一點的女生 沒有想很多 最後最後是哪一個moment 決定說啊好啊 我可能就這樣下去了 那一場比賽 不會嫌的作為歌唱完之後 蕭老師就講了 你如果喜歡現在的自己 你就維持這樣子 如果不喜歡就要改變 從那一刻開始我才覺得 喔原來我好像不喜歡自己這樣子 為什麼那時候你會覺得 你不喜歡那樣的事情 那時候會開始覺得 我看鏡子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好像哪個角度都 不太好看 有點自暴自棄 對 再歇兩碗 對 我也會 所以你會覺得心情不好 今天就是吃火鍋 然後當下心情很高 結果回家心情更不好 對 晚上躺在床上很頓 大家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會不會自己說 難道我一定要這樣才會快樂嗎 對 那那時候是很悲傷的 有點無底洞 對 對 晚上的時候很容易自己哭 欸欸欸欸 從老師講的那句話之後 嗯 子鴻老師他又說了 他那時候是定66公斤啦 嗯 然後他就說你收到這個數字 不然你不要出片 哇 拿合約壓你 好對啦 哈哈哈 那時候其實很不甘願 我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收 可是那時候想說 好吧算了 那就拼一把嗎 我人生不知道幾次看這樣減肥 而且也沒減過肥幾次 對啊 就吃看看 然後就 每次都覺得最後一次減肥 這次真的最後一次了 怎麼會啦欸 哈哈哈 你說 還有很多口口 對不起 哈哈哈 我也沒有沒有 老師合約又拿出來了 那你在 還要再試看嗎 第二張啊 哈哈哈 就從飲食開始 因為之前在YouTube 有分享過很多飲食上 是是是 你覺得最重要的飲食要怎麼去調整 宵夜 宵夜真的是最可怕 那宵夜就有一個寶貴 對 就覺得特別好睡 對 我不是在那邊睡不著 我回家跟他早上繞路 經過了第一家寶貝 然後就去另外一家賣囉 對 我的天啊 炸的不要吃 然後過鹹的也不要 就是其實就是吃一些 比較健康圓形的東西 一開始你可以接受運動這件事 超討厭的 因為我也超討厭的 我超討厭運動 因為我超討厭流汗 對 我超討厭流汗 我以前看過有人早上8點去健身房打卡完 再來上班我都會嚇到 我就覺得放在那裡 就是昨天晚上拍的 就是你開始習慣那個模式 你就會覺得 我不去運動很快 所以開始飲食調整 開始運動 到哪一刻你突然覺得 我好像突然變瘦 應該說我的粉絲都非常善良 李姊你變瘦了 變漂亮 我就覺得 李姊沒頭移座 發現案件不單純 又在說謊了 對 又在說謊了 而且你們公司還有女團 他們那麼瘦欸 所以我盡量必不見面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還要不要 還要不要 每次都知道30個人都很瘦欸 對啊 他們真的太瘦了 可是不一樣的目標好了 對 後來你覺得整個人改變之後 你有覺得自己自信又更多了嗎 因為當初就覺得自己不夠好看 所以才會想要改變自己 所以現在就覺得 看到MV的成果好像蠻漂亮的 所以滿滿意的 我經不起 我不用怕 從愛你 到想你 好不甘心 看回憶 好光甜蜜 總共這樣多久的時間 你瘦了20幾個小時 11個月 20公斤 很多欸 家裡的衣服片你都要丟了 我捨不得丟欸 你都要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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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去還得了 對對對 好 回家寶德的力度馬上 整個瘦下來 你覺得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精神其實真的會有差 尤其是有運動 自信也差很多 那種心情愉悅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好像瘦下來之後 手蜜都會順 好像是 對 因為以前可能連光睡覺前 連乳液都懶得擦 慢慢就覺得欸 我好像變瘦了 乳液也不會用那麼多了 對 那不然我來試著擦擦看好了 哈哈哈哈 他的皮膚就不小心變好了 對 你又沒有那個感覺 然後你又很 然後不吃甜的 開始喝水 欸 我好像痘痘沒了 對 皮膚就變好了 對 這真的是現場可能只有我們兩個能夠理解 對 是真的 有時候你會有一點懶惰 可是你發現那個懶惰是你不能停下來的 對 一停下來你痘痘會突然回來 而且你那個一懶你一半懶 你隔天就不會 對 就不會再氣死了 而且你隔天就會開始珍珠奶茶 然後隨便激發了說 就是又懶惰 對 就很怕又突然退去 我曾經有跟大家分享過一個這個故事 我可以再跟大家講一遍 近一路跟那個端化男路的交叉款 他有個花旗銀行 我就站在那個花旗銀行 我就覺得說 有再次買兩包鹹素雞 然後我本來要買了 然後我就想說天哪 那我一輩子一定要 這樣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全然會吃得飽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沒有生病 可是我會覺得我好像是一個大食官 就是我一定要一起吃到兩花旗銀行 然後後來我就在那個地方 就是下定決心 我就說好 那我們成功看你 就吃兩花旗銀行 超級 所以那個入口 我覺得現在要設一個那個盃 官官的 他就算是一個女神 對 那個花旗銀行不夠 如果說你們現在也去考慮說 你有可能要開始整肥的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到那個入口去看 對對對 那個應該還有入口 就是青菜洞少 我那時候其實也有一個差不多的經驗 在哪裡 姓一路嗎 不是 我是在台北車站的 Mr.Don 這個 甜甜圈 甜甜圈店 對 那些也是食物的原型嘛 原型的食物 我要買兩個還是要買一個 我一開始是先這樣想 有特價嗎 那時候沒有 那這次不要認真想 特價是五六個 因為他會有盒子裝 對 很可怕 當然大家都不懂了胖子的天氣 那時候覺得不行我這樣吃下去 我家一定還會再去買 多買等老 對 然後想說不行我就是限定決心 我不能再吃了 然後就硬給她走過去那家店就過了 我覺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不要為了改變而改變 就是很多人一起想說 好啊 減肥 我看那個誰也瘦了 可是其實你如果真的不想減肥 其實也不用減肥 真心的想減肥 你就從今天開始 你敢看到這支影片之後 你今天開始不喝喊糖 你知道嗎 來啊 來啊 因為我都不敢 他們會傳很多私訊來 就說我要怎麼開始 可是其實你們都知道 你看我都可以編秀了 他都可以編秀了 你們都可以了 一起加油 反正你要真心的想改變 我相信你一定會知道你為什麼要改變 沒錯 那你覺得你一路走來 然後到拍完MV的那一刻 看到MV剪出來就覺得 天啊這個人好美喔 你覺得天啊這人是我嗎 我看到MV的時候也想說 你還要轉領喔 找替身啦 太美了 因為這感到的不是變獸 是你居然還發片了 對 對 所以你是女歌手欸 你是明年可以報名金曲獎的女歌手 對 會不會是為不一定 可是 對吧 可是就是我們做到了 對 我們可以報名了 頭背專輯可能到你拿到這個實體的時候 對 你有不小心覺得太感動嗎 我的第一首歌欸 我好感動 我就在邊洗車邊 邊爆哭 那個哭子已經會噴到 可能後面的車子 蛤 對 好好好影響到別人了 對 對不起 好愛哭 所以就一路走來 終於發行了新專輯 沒法 瘦20公斤的成品就在這裡 是是是 這張專輯叫做不舊飯 對 好玩專輯就是已經正式發行了 非常 如果真的喜歡這張專輯的哪邊可以找到你呢 可以在 博客來 或者是各大唱片行都可以找到 這張專輯不舊飯 哪有新歌手唱會 最重要的 在舊台咖啡 是 真正的演唱會了 平實體專輯 你就可以免費入場 喔也算是免費的一種 對對對 好所以到時候大家想要看到 許莉姐本人可以在這個時間 還有這個時間 是的 然後是準備上 哈哈哈哈 不要反 好好 反正大家都有現在找到許莉姐 沒錯 張文浩最近可以找到她的IG Facebook 對 沒錯 謝謝許莉姐 謝謝光光 各位喜歡的影片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把鈴鐺打開來 下次見 掰掰